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讲耶路撒冷 上次我们说到 萨拉丁选择了 绕过鲍勒温四世 驻守的阿卡斯隆 直接杀向耶路撒冷 但是呢 他低估了鲍勒温四世的实力 就在萨拉丁 朝了耶路撒冷行进的时候 鲍勒温四世 雷蒙德三世 率领了他们的部队 和大约80名 来自于加沙的圣殿骑士 惠施 越过山谷 直接杀向了萨拉丁的部队 当时萨拉丁的军队 完全没有防备 很多萨拉丁的士兵 都外出到乡下 进行劫掠去 萨拉丁的军队猝不及防 只能仓促的 组织松散的战阵进行防御 就陷入了全面的混乱 因此他们和 狮子军的部队一接触 很多部队就直接溃散 最终的结果呢 就是萨拉丁的部队 大部分被奸 萨拉丁本人遭遇到了惨败 他的军队被打得七零八落 他本人也差一点 就倒在了 十字军骑士的见像 后来是幸亏 他的卫队拼死作战 这才掩护萨拉丁 成功的逃脱 可以说鲍德温四世 取得了一场完全的大胜 而在萨拉丁撤退路上 贝都民部落 得知他被击败了消息 就不断地从侧翼 袭击他的部队 当萨拉丁撤回埃及的时候 他的部队只剩下 出发时候的不到十分之一 当然十字军 也并不是没有付出代价 根据医院骑士团大团长 在事后的记载 十字军方面 也损失了1100人 还有750人受伤 对于耶路撒冷王国来说 蒙基萨战役 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战引濒临绝境的 耶路撒冷王国 重新获得了生机 也让十字军们看到了希望 对于鲍德温四世而言 蒙基萨战役 也具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这次作战中 鲍德温四世 不顾自己身患重病 一马当先 带领他麾下的士兵 冲锋陷阵 他的英文表现 不属于任何一个 十字军的骑士 正是因为有他的激励 在数量上处于明显劣势的 十字军将士 才能一次一次的击退 沙拉丁的反攻 最终取得大胜 当时民间就有传闻 说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 在鲍德温四世的身上 出现了圣乔治的影子 这就让耶路撒冷王国的 臣民们更加相信 这位鲍德温四世 是上帝眷顾的真名天子 经过这次作战 鲍德温四世的地位 迅速的提升 他的权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巩固 但是蒙基萨一战之后 鲍德温四世的身体状况 迅速的恶化 到了1178年 鲍德温四世的脸部 已经被麻风病折磨得 没有办法再见人了 所以只好戴上了 银子打造的面具 关于1179年 萨拉丁得到消息 鲍德温四世病重 所以呢 他整军备战 全土重来 萨拉丁率领着埃及大军 就侵入了西顿地区 鲍德温四世和雷蒙德 再次率领十字军出征 去抗击萨拉丁的军队 这次战斗呢 发生在泉水谷 当时鲍德温四世和雷蒙德 登上高地 远眺泉水谷 当他们看到 萨拉丁的营帐的时候 他们就决定 马上从山上向下 对平原地区的萨拉丁大军 发起冲击 他们认为 利用这种地力上的优势 可以迅速地击溃萨拉丁 但是他们这个决定 过于轻率 因为十字军中的 大部分的步兵部队 因为长途跋涉 这个时候非常的疲惫 他们没有办法 跟随着骑士 迅速地沿着陡坡 向下直进 那在冲击的过程中 他们首先碰到了 萨拉丁的先行部队 那么因为地力上的优势 居高临下 向下冲击的十字军 很快就击溃了 萨拉丁的这些先行部队 被这个成功所鼓舞 那么十字军的骑士 在圣殿骑士团大团长 和雷蒙德伯爵的率领下 就向着萨拉丁的大军杀去 可他没想到 萨拉丁这个时候 早已经有所准备 他已经率领着 他的穆斯林大军严阵以待 处于冲击状态的十字军骑兵 根本没有时间调整阵型 就陷入到了 萨拉丁大军的重围之中 尽管十字军骑士们 奋勇作战 但是在人数巨大的差异面前 他们的英文抵抗 只是坚持了一会儿 萨拉丁就彻底击溃了他 那这个时候 鲍勒温四世的大部队 对此还一无所知 还在之前的战场 收集战略品并得休息 可萨拉丁率领大军 已经很快就杀到了那里 鲍勒温四世大败 很多人被抓于俘虏 泉水谷之战 以萨拉丁的大胜而告终 公元1180年之后 鲍勒温四世的麻风病 越来越重 他意识到 自己很有可能 像自己的那些先辈一样 粗人驾崩 而且呢 根据当时中世纪的观念 夫妻生活会造成麻风病的传播 所以鲍勒温四世一生 都没有亲近过女色 这意味着他没有后代 为了给自己身后的 耶路撒冷芒果所准备 鲍勒温四世 让自己的姐姐 西比拉公主 和盖伊结婚 鲍勒温四世希望盖伊 在自己不能行动的时候 作为摄政 接管这个国家 但不幸的是 耶路撒冷王国的很多巨头 对盖伊 怀有深深的敌意 这就造成 鲍勒温四世 始终不能将权力移交 只能继继续亲自掌权 那么就在鲍勒温四世苦苦支撑 逐渐走入绝境的时候 沙特勇的雷纳德 成为了压倒 耶路撒冷王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鲍勒温四世 鲍勒温四世 杀对勇的雷纳德 跟随着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来到了耶路撒冷 这个人长得英俊潇洒 气宇不凡 而且呢 笑有善战 很快就得到了 当时耶路撒冷国王 鲍勒温三世的赏识 成为了倚众的左膀右臂 但是雷纳德有个明显的缺点 他这个人非常好战 那么他的这种性格呢 最终给耶路撒冷王国 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全身古之战之后呢 萨拉丁为了镇压叙利亚 所发生的叛乱 没有时间顾及耶路撒冷 鲍勒温四世呢 也不想再战 所以双方都退让了一步 签订了停战协定 而十字军在这场大败之后 并没有丧失太大的元气 但是雷纳德 作为耶路撒冷王国 麾下重要的领处 他却以自己并不是签字方 而拒绝遵守这个协议 关于1181年和1182年 雷纳德两次违背停战协议 抢劫了过路的埃及的商队 这就让萨拉丁格外的恼火 但是关于雷纳德 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做 西方的历史学者一直有争论 有的人认为 这是出自于雷纳德的贪婪 那么也有人认为 这是雷纳德的一种策略 因为在12世纪八十年代初 叙利亚的军事重镇阿拉魄 遭到了萨拉丁的围攻 虽然阿拉魄成功地 遏制住了萨拉丁的进攻 但是实力大损 阿拉魄的埃米尔 就想祸水东尼 把萨拉丁的注意力 引向耶路撒冷 因此他就多次重金贿赂 为大德 希望他袭击埃及商队 这样让萨拉丁反怒火 指向耶路撒冷 无论原因是哪一种 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 雷纳德成功激起了 萨拉丁对耶路撒冷的愤怒 关于182年 在雷纳德第二次 劫掠埃及商队之后 萨拉丁就率领着 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军 三万多人 浩浩荡荡地杀向了耶路撒冷 关于182年7月 萨拉丁的大军 包围了加利利南部的一个堡垒 鲍德温四世 亲自率领自己的亲卫队 前去迎击 7月15日 一场大战 在霍布雷德镇就爆发了 双方在炎炎烈日之下 相互自杀 很多士兵 没有死在对手的刀下 却死于高温之下 那么关于萨拉丁部队的具体数量 没有准确的记载 但基本上估算是在三万人以上 包围四世的部队又明显的在数量上处于下风 据估算 他所出动的骑士只有区区700人而已 但即使这样 他最终还是击败了萨拉丁 把萨拉丁赶到了约旦河的对岸 包围四世在取得胜利之后 并没有就此罢手 他顶着炎炎烈日 决定乘上追击 他策划了对穆斯林的一次突袭 十字军的骑士们奔袭了300多公里 成功包围了哈比斯加达克的穆斯林城堡 并且迫使那里的守军投降 那么这次突袭呢 就取得了非凡的胜利 这次大胜让包围四世成为了耶路撒冷王国 几乎像耶稣一样的人物 他受到了全体国民的爱戴和敬仰 但是这次战役的劳累 也迅速击垮了包围四世最后的健康 威廉当时写道 他什么都看不见 四肢已经不听使唤 尽管他的身体虚弱无力 但他的精神却无比的坚强 他做出超人般的努力 来掩盖自己的疾病 并且仍然担负着耶路撒冷王国的重担 在预前会议上 迪利波里的雷蒙德再次站出来 希望能够担任摄政 帮助饱受病痛折磨的包围四世 但是他的这个提议 马上遭到了圣殿骑士团的强烈反对 圣殿骑士团是希望自己这一派的人能够代理朝政 包围四世对于这些贵族们的不断的争吵 感觉到非常反感 但他这个时候的确是力不从心了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们日益的非常马虎 而医院骑士团的骑士们则是针锋相对 医院骑士团甚至还私自攻打了支持圣殿骑士团的大主教的教堂 包围四世的病越来越重 他也越来越无奈 而耶路撒冷王国的内部政治斗争也日趋激烈 当迪利波里的雷蒙德和安条克公爵 薄西蒙德率领大军开往耶路撒冷的时候 已经病重的包围四世 居然怀疑自己的粮食义友雷蒙德想发兵反叹 这就使得包围四世对他一直以来 以为左膀右臂的雷蒙德产生了怀疑 失去了信任 这样呢在公元183年 波围四世就正式任命了盖伊作为摄政 那么盖伊并不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 在一次和萨拉丁军队的交战中 盖伊想方设法 避免和萨拉丁的军队发生正面的交锋 最后呢萨拉丁撤回了大马士哥 那么有相当多的历史学家认为 尽管盖伊的这种灵活的策略 保全了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 伊路撒冷王国的军队 但是他这么做 没有办法振奋伊路撒冷王国的人心 也无法让伊路撒冷王国摆脱他的困境